三国演义 第九十四回 诸葛亮城雪破枪兵 司马懿客日秦梦达 却说国怀为曹真曰 西枪之人自太祖时连年入供 文皇帝亦有恩惠家之 我等今可惧住贤祖 遣人从小路之入枪中求救 许以和亲 枪人必起兵洗蜀之后 吴却以大兵集之 首尾夹公 岂不大胜 真从之 即遣人心夜持书父枪 却说西枪国王彻礼籍 自曹操时连年入供 手下有义文义武 文乃亚丹丞相 吴乃越级元帅 十位使鸡金珠并术到国 先来见亚丹丞相 送了礼物 聚言求救之意 亚丹引见国王 承上书礼 彻礼籍来了书 与众商议 亚丹曰 我与卫国肃相往来 经曹都督求救 且许和亲 礼和一允 彻礼籍从其言 即命亚丹与越级元帅起枪兵 二十五万 接冠使公弩刀枪 及离飞锤等系 又有战车 用铁叶果丁 装载粮食军器食物 或用骆驼驾车 或用罗马驾车 号为铁车兵 二人辞了国王 领兵直扣西平官 首官属将韩真及差人 姬文报之孔明 孔明文报 问众将曰 谁敢去退枪兵 张包关心应曰 某等愿望 孔明曰 辱二人要往 奈路途不熟 遂换马代曰 辱素之枪人之信 久居笔触 可作向导 便起精兵五万 与新包二人同往 新包等引兵而去 行有数日 早遇枪兵 观心先引百余计 登山坡看时 只见枪兵把铁车首尾相连 随处结债 车上便排兵器 就似成池一般 新赌之良久 无破敌之策 回债与张包马代商议 代曰 且带来日见证 观其虚实 另做记忆 四早 分兵三路 观心在中 张包在左 马代在右 三路兵骑进 枪兵阵里 越级元帅手挽铁锤 腰玄宝雕攻 越马奋勇而出 观心招三路兵进进 忽见枪兵分在两边 中央放出铁车 如朝永一般 弓弩一骑咒发 鼠兵大败 马代张包两军先退 观心一军被枪兵一果 直为入西北较上去了 心在该心 左冲右途 不能得拖 铁车密围 就如城池 鼠兵你我不能相顾 心望山谷中 巡路而走 看看天晚 但见一簇造 其风涌而来 一元枪将手提铁锤 大叫曰 小将修走 无乃越级元帅也 观心即走到前面 锦力纵马加鞭 正欲断剑 只得回马来占越级 心中是胆寒 滴滴不住 望剑中而逃 被越级赶到 一铁锤打来 心即闪过 正中马跨 那马望剑中便倒 心落于水中 呼听的一声响触 背后越级连人带马平白地倒下水来 心就水中正起看时 只见岸上一员大将杀退枪兵 心提刀带砍越级 急越水而走 观心得了越级马 牵到岸上 整顿安佩 挫刀上马 只见那原将尚在前面追杀枪兵 心自私此人就我性命 当与相见 遂拍马赶来 看看至尽 只见云雾之中 隐隐有一大将 面如重枣 眉若卧蚕 绿袍金铠 提青龙刀 骑赤兔马 手辍美然 分明认得是父亲关公 心大惊 呼见关公已守望东南指曰 无而可肃望此路去 无当忽辱归债 言气不见 观心望东南急走 至半夜 呼一彪君道 乃张包也 问心曰 你曾见二伯父 否 心曰 你何有之之 包曰 我被铁车军追击 呼见伯父自空而下 经退枪兵 只曰 如从这条路去救吾尔 因此引军进来寻你 观心一说前世 共相皆意 二人同归寨内 马带接着 对二人说 此君无计可退 我守住寨诈 你二人去丙丞相 用计破之 于是新包二人 新夜来见孔明 被说此事 孔明遂命赵云为 严格引一军埋伏去契 然后点三万军 带了将为张义 观心张包 亲自来到马带寨中协定 四日上高复处观看 见铁车联络不绝 人马综横 往来持咒 孔明曰 此不难破也 换马带张义 吩咐如此如此 二人受祭去了 乃幻将为曰 博曰之破阵之法 否为曰 羌人为事一永利 岂之妙计乎 孔明孝曰 辱之无心也 金铜云密布 朔锋紧急 天将降雪 无计可施矣 便令关心张包 二人引兵埋伏去契 令将为领兵出战 但有铁车兵来 退后便走 债口须力惊奇 不设军马 准备已定 事实十二月中 果然天降大雪 将为引军出 岳即引铁车兵来 将为急退走 枪兵赶到寨前 将为从寨后而去 枪兵直到寨外观看 听得债内铁车兵之声 四壁皆空树惊奇 即回报岳即 岳即心仪 未敢亲近 亚丹丞相曰 此诸葛亮轨迹 须涉宾尔 可以攻之 岳即引兵至债前 但见孔明熙秦上车 引数计入债 望后而去 枪兵抢入债帐 只赶过山口 见小车隐隐转入林中去了 亚丹为岳即曰 这等兵虽有埋伏 不足为惧 遂引大兵追赶 又见将为之兵 聚在雪地之中奔走 岳即大怒 催兵即追 山路被雪曼盖 一望平坦 正赶至间 呼报属兵自山后而出 亚丹曰 纵有些小伏兵 和足聚灾 只顾催攒兵马往前进发 忽然一声响 如山崩地线 枪兵聚落于坑嵌之中 背后铁车正行的紧溜 极难收指 并涌而来 自相践踏 后军即要回时 右边张包 左边关心 两军冲出 万弩齐发 背后将为马带张义三路兵 又杀到 铁车兵大乱 岳即元帅望后面 山谷中而逃 正逢关心 骄马纸一合 背心举刀大喝一声 砍死于马下 亚丹丞相早被马带活捉 借头大债来 枪兵四散逃窜 孔明声杖 马带压过亚丹来 孔明赐武士去祈福 赐酒压惊 用好盐抚慰 亚丹深感其得 孔明曰 无主乃大汉皇帝 今命无讨贼 而如何反助逆 无今放辱回去说 予辱主 无国语尔乃林邦 永结盟好 勿听反贼之言 遂将所获枪兵 及车马器械 尽给还亚丹 去放回国 众皆败谢而去 孔明尹三军连夜投其山大债而来 命关心张包尹军先行 一面拆人机表奏报结音 却说曹真连日望枪人消息 忽有福禄军来报说 蜀兵拔债收拾起程 郭怀大喜曰 此因枪兵攻击 故而退去 遂分两路追赶 前面属兵乱走 卫兵随后追赶 先锋曹尊正赶之间 忽然鼓声大震 一镖军闪出 为首大将乃魏颜也 大叫 反贼修走 曹尊大惊 拍马交锋 不三合 被魏颜一刀斩于马下 赴先锋诸赞引兵追赶 忽然一镖军闪出 为首大将乃赵云也 诸赞措手不及 被云一枪刺死 曹真郭怀见两路先锋有失 欲受兵回 背后喊声大震 鼓角齐鸣 关心张包两路兵杀出 围了曹真郭怀 痛杀一阵 曹郭二人引败兵冲路走脱 属兵全胜 直追到魏水 夺了魏债 曹真折了两个先锋 哀伤不已 只得写本身朝 起泼援兵 却说为主曹瑞设朝 靖臣奏约 大都督曹真说败于术 折了两个先锋 枪兵又折了无数 其事甚及 经上表求救 请陛下才处 瑞大经 急问退兵之策 化心奏约 须是陛下御驾清征 大会诸侯 大会诸侯 人皆用命 方可退也 不然 长安有诗 观中为矣 太父中摇奏约 凡为将者 智过于人 则能智人 孙子云 知彼之计 百战百胜 陈亮曹真 虽久用兵 非诸葛亮对手 陈以全家良剑 宝举一人 可退戍兵 为之圣意准否 瑞约 亲乃大老元臣 有何贤士 可退属兵 早照来与正分忧 中摇奏约 向者 诸葛亮玉心施犯境 但据此人 故散不流言 使陛下疑而去之 方敢长驱大境 今若复用之 则亮自退矣 瑞问何人 瑞约 标记大将军司马懿也 瑞探约 此事正议会之 金仲达现在何处 瑶约 禁闻仲达在晚城贤助 瑞级降召 前世迟节 赴司马懿官职 家为平溪多都 就骑南洋诸鹿军马 前赴长安 瑞玉驾清征 令司马懿客日道笔聚会 使命星夜到晚城去了 却说孔明自出师以来 磊获大圣 心中甚喜 正在其山寨中汇聚一事 呼报镇守永安宫里 严令子李峰来见 孔明直到东吴范靖 心甚惊疑 患入账中问之 风曰 特来报喜 孔明曰 有何喜 风曰 昔日孟达祥 乃不得已也 彼时曹批爱奇才 时以骏马金珠刺之 曾同年出入 风为散记长室 领新城太守 镇守上拥金城等处 为以西南之刃 自批死后 曹瑞即位 朝中多人嫉妒 孟达日夜不安 常为诸将曰 我笨属将 事逼于此 金磊拆心妇人 池淑来见家妇 较早晚带禀丞相 前者五路下川之时 曾有此意 金在新城听之丞相发位 遇起金城 新城上拥三处军马 旧笔举氏 竟取洛阳 丞相取长安 两金大定义 金某引来人 兵磊次书信成上 孔明大喜 后尚李峰等 呼吸作人报说 为主曹瑞一面驾姓长安 一面赵司马懿赴职 家为平夕都督 其本处之兵 于长安聚会 孔明大惊 参军马肃曰 亮曹瑞何足道 若来长安 可救而勤之 丞相何故惊讶 孔明曰 无起聚曹瑞爷 所患者为司马懿一人而已 今孟达欲举大事 若遇司马懿 事必败矣 达非司马懿对手 必备所情 孟达若死 忠原不亦得也 马肃曰 何不及修书 令孟达提防 孔明从之 及修书令来人 心夜回报孟达 却说孟达在新城 专望心妇人回报 一日 心妇人到来 将孔明回书城上 孟达拆封士之 书略曰 静德书 足之功忠义之心 不忘顾救 无甚喜味 若成大事 则功汉朝中心 第一功臣也 然及已紧密 不可轻易托人 甚至戒之 静闻曹瑞 赴赵司马懿 其晚落之兵 若闻功举事 必先致矣 虚万全提备 勿事为等闲也 孟达懒弊 孟达 孝曰 人言孔明心多 经官此事可知意 乃句回书 令心妇人来打孔明 孔明患入帐中 其人呈上回书 孔明拆封是之 书略曰 誓成君教 安干少代 妾为司马懿之事 不必拒也 晚成离洛阳约八百里 至新城约一千二百里 若司马懿闻达举事 须表奏未住 往复一月监事 达成池已故 诸将与三军 皆在深险之地 司马懿即来 达何拒哉 丞相宽怀 为听捷报 孔明看必 直书于地 而顿足曰 孟达必死于司马懿之首 以 马肃问曰 丞相何谓也 孔明曰 兵法云 攻其无备 出其不意 岂容料在一月之旗 曹瑞继委任司马懿 逢寇即除 何代奏文 若知孟达返 不须时日 兵必道义 安能措手也 众将皆福 孔明即令来人回报曰 若未举世 妾莫叫同事者置之 知则必拜 其人拜祠 归心城去了 却说司马懿在晚城贤著 闻之为兵累败于蜀 乃养天常探 义长子司马师 自子元 赐子司马昭 自子上 二人素有大志 通晓兵书 当日是立于策 见义常探 乃问曰 父亲何谓常探 义曰 乳被启之大事也 司马师曰 莫非探未主不用呼 司马昭孝曰 早晚必来宣照父亲也 言未以 呼报天使持节制 一听照必 遂调晚城诸鹿军马 呼又报京城太守身 宜家人有机密室求见 亦换入密室问之 其人戏说孟达欲反之事 更有孟达心妇人李府 并达外甥邓贤随壮出手 司马懿听必 以守家而曰 此乃皇上齐天之洪福也 诸葛亮兵在齐山 杀得内外人皆胆落 今天子不得已而信长安 若但戏不用无时 孟达一举 两经修矣 死贼必通谋诸葛亮 无先破之 诸葛亮定然心寒 自退兵也 长子司马师曰 父亲可及邪表身奏天子 一曰 若等圣志 往复一月之间 事无及已 集传令叫人马启程 一日要行两日之路 如池力战 一面令参军梁姬姬席新夜去新城 叫孟达等准备征进 使其不移 梁姬先行 亦在后发兵 行了二日 山坡下转出一军 乃是右将军徐晃 晃下马建议说 天子驾到长安 轻聚属兵 京都都河网 一滴言曰 金梦达造反 无去情之耳 晃曰 某愿为先锋 亦大喜 和兵一处 徐晃为前部 亦在中军 二子压后 又行了二日 前军少马捉住 孟达新妇人 搜出孔明回书 来见司马懿 亦曰 无不杀乳 乳从头戏说 其人只得将孔明 孟达往复之事 一一告说 亦看了孔明回书 大经约 世间能者所见皆同 无稽先被孔明试破 信得天子有福 获此消息 孟达今无能为矣 遂新夜催君前行 却说孟达在新城 约下京城太守身 宜上拥太守身丹 克日举世 丹一二人养许之 每日调练军马 只带卫兵道 便为内应 却报孟达说 君弃粮草聚未完备 不敢约其起事 达兴致不宜 呼报参军良机来到 孟达迎入城中 鸡传司马懿将令约 司马都督经奉天子诏 启诸陆军已退属兵 太守可及本部军马厅后调遣 达问曰 都督何日启程 姬曰 此时曰李婉成 望长安去了 达暗喜曰 吴大事成已 遂设宴款带了良机 送出城外 即报申丹申仪之道 明日举世 换上大汉旗号 发逐陆军马进去洛阳 呼报城外尘土冲天 不知何处兵来 孟达登城市之 只见一镖军 打着右将军徐晃 旗号飞奔城下 达大惊 急扯气吊桥 徐晃坐下马收拾不住 直来到豪边 高叫曰 反贼孟达 早早受降 达大怒 急开弓射之 郑重徐晃额头 为将就去 城上乱剑射下 卫兵方退 孟达正带开门追赶 四面惊奇闭日 司马懿兵道 达仰天长探约 果不出孔明所料也 于是闭门坚守 却说徐晃 被孟达射众额头 众军就到寨中 取了箭头 另一条智 当晚生死 十年五十九岁 司马懿令人扶救 还洛阳安葬 四日 孟达登城便士 只见卫兵四面围的铁筒相似 达行坐不安 惊疑未定 忽见两路兵自外杀来 其上大书身单身疑 孟达只道是旧军道 盲引本部兵大开城门杀出 单疑大叫曰 反贼修走 早早受死 达见事便 波马望城中便走 城上乱剑射下 李福邓贤二人在城上大骂曰 吴等已献了城野 达夺路而走 深丹赶来 达人困马乏 措手不及 被深丹一枪赐于马下 削其首吉 于军皆祥 李福邓贤大开城门 迎接司马懿入城 拂名落军已毙 遂遣人奏之为主曹锐 瑞大喜 叫将孟达首吉去洛阳城市示众 加身单身宜官职 就随司马懿征进 命理赴邓贤首新城上拥 却说司马懿引兵到长安城外下寨 亦入城来见谓主 瑞大喜曰 正一时不明 物重反见之计 悔之无极 经达造反 非清等至之 两经修矣 一奏曰 陈文申移密告反情 一欲表奏陛下 孔往复持至 故不待圣志 心业而去 若待奏文 则中诸葛亮之计也 言启 将孔明回孟达秘书奉上 瑞看碧 大喜曰 轻之学士过于孙无以 赐金岳府一对 后遇机密众事 不必奏文 便宜行事 就令司马懿出关破树 一奏曰 臣举一大将 可为先锋 瑞曰 轻举何人 一曰 又将军张和可当此任 瑞孝曰 正正欲用之 遂命张和为前部先锋 随司马懿离长安来破树兵 正是 既有谋臣能用智 又求猛将助施威 为之胜负如何 且看下文分解 臣举 准备 寻找 臣举